再来的瑞士香公所辅导推动社区协会组织平稳发展 同时有意开办端午节庆文化推广活动 特别邀请了各社区干部召开社区工作业务联系汇报 而各社区相互交流也集思广益 让公所民政客业务服务更贴近社区的需求 112年度社区发展工作业务第一次联系汇报 瑞士香公所邀请各社区相互交流经验分享 由牛里来承接整个社会行政处的社区辅导团 透过社区生耕计划的争取推动 让复原三村社区文化与产业等多面向发展 造福社区居民 因此对于计划的申请与执行工作的妹妹嘎嘎 也不忘而提面命 大概这个钱大概会有二三十万以上 你写了好一点大概三四十万应该有 大概基本上大概都有十几二十万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是深根的部分 香公所民政客也针对今年端午节等各项 传统文化节庆的推广教育活动 也与社区干部即使广益 让民政文化推广教育的业务工作能更结底气 公所今年可能会办一个跟端午节有相关的活动 那我想要问看看这个社区有没有什么想法 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看看 端午节的由来啊 像我都快忘了 我怎么要 五十水啊 例子啊 其实那个都可以加入在类似 让小朋友那种的 有点像相互教学 把他纳入 日子香公所辅导十个社区发展协会 不论手中水保与环保的武贺 还是充满阿美族文化的奇美赫钢 或者客家文化特色的富源三春 每个社区发展协会组织运作成熟 尤其推动社区社会福利的业务工作更是成效卓注 香公所也希望借由联系汇报的召开 了解各社区发展概况 进而提供适时的辅导协助 记者是玉兰对策采访报道